各式各樣的毒咖啡包在嫌犯車上搜出將近8000包 刑事局經過數個月跟蹤搜證 掌握販毒集團位在大同區的分裝場所 一舉破獲以林姓男子為首的販毒集團 逮捕4名嫌犯 那經過專案小組 數個月連日的跟監搜證發現 這個販毒集團不斷的在更換所使用的車輛 那意圖製造斷點來規避警方的追查 那我們也發現這個販毒集團 疑似將大量的微禁品都廠放在這個車輛內 那專案小組也不斷的來變更跟監的方式 以及相關的技巧 那終於掌握犯嫌的行蹤 以及掌握他們的一些犯罪證據 那在5月29號在台北市大同區 兩處停車場內發現 販毒集團所停放的車輛 並立即在車上查獲共約7906包的毒品咖啡包 以及相關的疑似毒品的不明粉末等政務一批 那同時也拘提零性嫌犯等4人到案 那這4名犯嫌也夜經這個40地檢署 向法院伸壓獲准 警方表示疫情緊張 警力吃緊 犯罪集團竟趁機販毒 謀取暴力 且由於毒咖啡包 適用者多以群聚吸食為主 一旦流入市面 恐成為防疫破口 索性及時阻斷貨源 而止吸毒衍生的染疫危機 記者綜合報導 請你們就留意見到 鳳天翻譯 請大家